疫情也冲击到台湾的观光 除了各大景点的游客明显变少了 寒假不休馆的基隆海科馆也贴出了公告 开学前的每个礼拜一都会休馆 而且因应疫情的高峰期 连全年无休的故宫博物院也首次宣布 2月14号到3月31号每周一休馆一天 也要调整他们开馆的时间 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 从上午9点钟只开到下午5点 要用来强化馆区的消毒防疫工作 也提醒游客们留意相关讯息 以免扑空 清洁消毒两体温 故宫每个入口都安排工作人员和红外线 体温侦测仪层层把关 民众也都戴上口罩多层防护 但这样还不够 全年无休的故宫现在更破天荒宣布修馆 鹦鹉患肺炎故宫宣布 从2月14号到3月31号 每周一要来修馆一天 并且取消了每天以及周末的延长开馆时间 要来加强各项防疫 调整后故宫北院周二到周日 从上午9点只开到下午5点 但故宫南院不受影响 只是武汉肺炎疫情短时间内恐怕无法落幕 故宫也不排除延长修馆措施 必须把一部分的时间 作为我们这个环境 前方的大效果 看疫情的发展状况 来做一个检讨 加上日前钻石公主号旅客 曾来到故宫 管方加强防疫 要让民众安心 而基隆的海科馆同样跟进 阴影防疫高峰期 2月10号修管一天 另外配合寒假延长 开旋前周一也都休息 防疫人员赶紧利用闭馆时间 仔细消毒餐厅 研究中心 还有每个管区都不放过 而镜头转到观光热点 台北101 虽然营业时间没调整 但周末假日人潮明显少了许多 少很多啊少很多 新门店也少很多 大陆人也不能自由行 所以我觉得本来就人少一点 武汉肺炎连弹冲击观光非常时刻 恐怕还是防疫更要紧 接下来台北基隆综合报道